欢迎收看12月3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史维彤 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就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了 您是不是已经规划好跨年夜 以及元旦的连续假期活动呢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稳定 就东部山区有零星降雨 白天高温各地都有20到23度 中南部地区则是日夜温差较大 而今天晚上受到另一波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影响 各地气温逐渐下滑 今天晚上到明天元旦清晨 中部以北最低温将降到9到10度 南部以及东部最低温也只有12到15度 参加跨年活动或等待元旦曙光的朋友 千万要注意保暖 帮风以及厚重衣物真的不可少 带您看到国际媒体重要的讯息 会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发现亚航残骸遗体存活希望渺茫 这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话语表示残骸是属于亚航QZ8511 稍后我们会有更详细的报道 来看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邱斯顿神韵首场爆满 家座被抢购一空 届时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 中共封锁Gmail 美方表达关切 来看日本赵瑞新闻报道 山口县爆发禽流感 扑杀37000只鸡 山口县一家养鸡场内的鸡 已经确定感染的H5禽流感 目前已经扑杀了37000只 专家并且已经前往当地调查感染途径 早安新唐人带您看到 迈入2015年前的空难二号 载有162人的亚航QZ8511航班 被证实确定坠毁 今天部分乘客家属会在亚航的安排下 前往搜救地点 以便获得更完整的资讯 亚航说会让乘客家属将在搜救地点上空 飞一圈再返回到私水机场 希望让家属能够获得搜寻任务的完整资讯 而飞行计划也将配合搜救队进行 另外看到支联亚航QZ8511班机 被证实已经坠毁官方公布塔台的通联记录 并表示目前已经打捞起三具疑难者的遗体 消息传来让心急如焚的家属情绪崩溃 印尼国家搜救总署今天在爪瓦海发现 残骸确定是出处于失联的亚洲航空班机 官员并表示在海上发现已四机上乘客的遗体 并打捞起其中三具 美人社报导发现这些遗体的位置距离亚航8501班机 最后与航管当局联络的位置只差了大约10公里 存在162人的亚航QZ8501班机 28日清晨从印尼四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失联至今 随着遗体和飞机残骸碎片被发现 家属们原本抱有的一丝希望破灭情绪崩溃 通内记录显示亚航QZ8501从四水飞往新加坡途中 行进物理洞岛和卡里马达群岛中间的爪瓦海域 遇到雷雨云层 机长想要将飞行高度从32000英尺提高到38000英尺 要求塔台同意交道拒绝 6分钟后飞机从雷达上消失 再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 航管才确认飞机失联 夹航塔台表示当时有6架兵航机在附近 空中交通十分拥挤才会拒绝机长的要求 如果我们必须要改变 但这些计划是不危险的 目前印尼救援队已派出21名潜水员前往该海域进行打捞 雅航执行长稍早也在推特表达悲痛执情 新航亚电视国际新闻主编译 另外的不幸消息 意大利失火渡轮诺曼大西洋号救援任务结束 遗憾的是 罹难者又增加到了13人 救援队在失火36小时之内撤离了427人 不过乘船平单上面至今仍然有近40人没有找到 意大利检方说 有些乘客可能在座舱之内被呛死 烧死只是还没有找到尸体 而现在除了调查起火的原因 还要追查渡轮是否涉嫌非法移民 进度转回台湾 台北市南港新中路违剑 日前发生了死亡火警 突现了北市7万多户违剑缓差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将把台北市226户 涉及公共安全的违剑户上网公告 并且将在明年的3月20号就开始拆 他也强调官说是没有用的 3月20号以前请自行处理 如果3月20号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善 那就抱歉了 就拆了没什么好讲的 两天火速拆完中消息公车 短用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下一个拆除目标 锁定在台北市的违剑 在网站上公布了226件违剑 又涉及公共安全的第一波黑名单 大道阔府准备动手 那为什么还拖到3月20号 有时候还是要顾虑到人情来 因为没有想要在过年的时候去拆取房子 表示会在明年1月10日公布施行细节 只要是违剑又涉及公共安全的 都没有讨论的空间 该拆就拆 顶楼的违剑户里面 坦白讲有很多是弱势者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公布一个社会局的电话 有需要协助的 比如说他真的实在是没地方去住 什么 我们还是要给这些弱势者 有一个处置的办法 但是政府还是要实施共权力 柯文哲也语气强硬的表示 从现在开始 只要是新的违剑就是拆除 谁来关锁都没有用 如果是在民国84年以前建造的违剑 但涉及公共安全也必须拆除 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执行公权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湖中海黄霖峰 台湾台北报道 台间话题来看到 微软公司宣布 位于中国北京以及东莞的工厂 将在明年的第一个季度正式关闭 生产制造将由越南河内的工厂承包 可能会有上千员工遭到裁撤 不然今年7月宣布 全球将裁员1万8千人 其中又有1万2千5百人的 来自原来的Nokia业务部门 另外受惠于国际燃料价格下跌 台电公司今年预估盈于突破200亿 而在朝野立委的要求下 台电拿出其中的94亿来回馈大众 昨天拍板敲定 从明年的1月6号起 采取一次发放的方式 一般住宅以及小商店用户 每户回馈金额800元 而这项措施 估计将会有1,173万户 可以直接受惠 不过也有民众建议 回馈只是小汇啦 赶紧制定新电价制度 才是重点 带你用100秒 马航MH370班机失联后首个交易日 股价一度驾杀18% 高通的中国反垄断案 近期即将宣判 业界传出高通除了可能遭处天价罚金外 甚至可能被迫调降权利金 并且取消专利反授权 高通官司缠身 已决定裁员600人 希腊国会确定要提前在明年营月大选 西股ASE指数 盘中应声暴跌11.3% 因为之后反准结派 可能取得政权 国际货币基金已经表示 要暂停对希腊的金元计划 网络商城预估 全球电子商务销售业绩 到今年底将成长20.1% 首次突破47.6兆元台币 而台湾电子商务营收 明年底将上开约1.06兆元台币 新唐人亚特电视这里报道 政治话题来看到 前总统陈水扁 有可能在2015年到来之前 重获自由吗 医疗建计小组昨天一致共识 同意让他保外就医 居家疗养 不过法务部说 因为行政流程的关系 可能还要再多等几天 工作人员驾起巨马 台中监狱前 媒体SNG车待命 前总统陈水扁第三次申请保外就医 书面报告下午已经送达台中监狱 医疗鉴定小组15名医师 已致同意陈水扁保外就医 居家疗养 曾任阿扁民间医疗小组 召集人的柯文哲呼吁 让陈水扁总统阿扁就回家 就在家好好疗养 他也不要再出来搞政治了 别人也不要再想去利用他在做什么政治上的利用 我们就尊重医疗小组他们的一个鉴定的结果 那法务部依照程序来处理 万亚在间 六年又33天 陈前总统是否有望回家跨年 法务部表示跑流程可能还要几天 如果以目前到今天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强调说没有时间表 这个行政程序行政流程会时间快慢 也就是台中地检的检察官来指定保证金额 才把人放出去 所以可能要几天的时间 身体上的症状其实都还存在 而且也比我上一次来看更瘦了好几公斤 陈前总统也担心说 是不是到行政程序之后仍然充满变数 所以他平常心来看待 担心保外就医有变 停扁民众在台中监狱外守候 前副总统吕秀莲大呛若不放人 冤旦要到总统府前招马总统算账 吕秀莲已经绝食第三天 医生担心他高血压及糖尿病史会引发昏迷 已在饮水中加入葡萄糖 新唐云台电视秋天席 胡宗汉黄亭封风张志轩台北台中采访不到 俄罗斯上千人示威抗议普廷当局 将反对派领袖定罪 已经一起欧盟已经美方关注 广告后带您了解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证号 皇家购物大道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副旅游024493535 大井WARIS水泵的领导品牌 雄霸台湾四十年 是家用商业与工业用泵骨的首选品牌 大井WARIS领导潮流 节能环保再提升 追求卓越 荣获多项认证与专利 改善人类生活品质 台湾研发以行销全世界为目标 大井用心 让您用水更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的耶诞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带您环游世界 根据统计火灾出奇的三十秒钟 是控制火灾发生的最重要关键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使用水性无毒环保配方 无论家具 厨房 汽车 机车 仓储 库房 皆能迅速灭火 简单有效 携带便利 安全有保障 英雄救火不该手无尊铁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陈真带领经销商 欢迎回来 俄罗斯法庭今天判决 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兄弟有罪之后 引发首都莫斯科的前人抗议 抗议者认为 这起诈欺案判决充满了政治目的 而上街抗议普廷政权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三十名的示威者 遭到警方的逮捕 而对此 美国国务院谴责这项判决 声称这是令人不安的发展 而欧盟也发声 透露判决似乎是出于政治动机 并且呼吁各方在抗议行动中展现节制 镜头转到香港 来看到23名泛民议员 抢在港府之前 先发表在野版的民情报告 内容提到 中央误解了雨伞运动 而特首梁正英反映的民意偏颇实实等 泛民还要求梁正英 将报告转交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并重申要求撤回人大831决定 重启政改五部曲 总统马英九被媒体人周玉寇指控 收受鼎心的政治现金两亿元 马总统为人律师 昨天前往地方法院提告 控告周玉寇加重诽谤 求偿一千万元 并且要在四大报头版登报道歉 而国民党考记会也决议 撤除周玉寇的国民党籍 鼎心政治现金一云 周玉寇频频爆料 重伤马总统与国民党形象 被国民党考记会决议开除党籍 党员周玉寇今年屡次在媒体上 发表公开发表言论 公结本党 言论明显损害党之声誉及利益 严重违反党籍 鉴请开除处分案 会中无异议一致决议通过 而同一时间 马总统委托律师 前往地方法院控告周玉寇加重诽谤 求偿千万并且登报道歉 今天我们来提的主要是两个部分的诉讼 一个是民事的妨碍名誉 损害非常诉讼 另外一个是刑事的 这个加重诽谤的致诉案件 求偿的金额 我们今天提出去的诉状 是一千万元 另外还有登四大报来跟 对这件事情要跟总统来做公开道歉 对于马总统终于出手提告 周玉寇胸友陈卓表示 不会打诉官司 还依循王金平模式 展开国民党籍保卫战 我要保卫我的党籍 国民党现在是需要改革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就不会放弃 保卫我的中国国民党党籍 而立委蔡正元上广播节目 原本要解析顶心与国民党的关系 却乌龙一场 因为电台发错题目 访谈中 不仅赞成开除周玉寇党籍 也披露在中国做事业的鼎心集团 不愿意捐钱给海基会 相较于其他台商是非常吝啬 而特征组查办鼎心政治现金 今天则是约谈101董事长宋文奇 与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厘清案情 另外来看到 今天就是鼎心偿还65亿连贷案的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下午3点半之前还没有还款 债权银行团将向法院申请假扣押 有消息透露 鼎心打算借海外的新债来清偿国内旧债 而希望申请展颜的鼎心二董未印交 昨天则是避开101的股东会 没有现身 鼎心集团旗下鼎率开发连贷案 明天最后期限 财政部与银行团绷紧神经 对可能的事态做准备 表明说这个部分我们不再续借 而且必须三天内要还款 那么否则的话 没有办法清场银行团依照贷款的契约 进行相关处理的程序 这里面当然包括进行法院的假扣押 跟拍卖等等 但又不是没有原因 就了解鼎心集团在国内贷款余额 共480亿元 为家个人贷款69亿 集团贷款411亿 其中公股行库占210亿元 一半年底到期 如果顶率65亿无法顺利还款 恐怕引发信用崩盘效应 而为了筹措还款 鼎心集团曾计划出售卫权三重场土地 还有出售台北101股权 但两项筹资计划前者23号流标 后者至今尚未送审投审会 今天上午台北101的例行董事会 也没有针对鼎心出售股权一事 做出讨论 没有针对任何的交易买卖 或者是股权转换 做任何讨论 完全没有 白董事跟姚董事 他们有事先请假 那魏董事 他事先没有提出请假 那今天是没有出席 话题好奇 鼎心二董魏英娇 缺席董事会的原因 是否与近期鼎心事件有关 有一捐责食安基金 和还款进度问题 都不如外界预期 网路上也有公民团体 号召送行鼎心的快闪活动 要在台北101前进行抗议 凡敌新集团的声浪 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新台电视陈辉摩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你浏览国际 重要讯息 东京股市30日封关 受累获利回土卖压 以黑盘作收 不过日经指数 今年涨7.12% 占上金融危机席卷 全球以来最高点 鸿海旗下富质康 印度厂停产 拒绝资浅的抗争员工 昨天试图强行入场 遭警方强行撤离 经短暂拘留后获释 这是警方一周内 第二度采取强制作为 劳资双方定31日 举行第四轮谈判 乌克兰总统普洛申科 29日签署法令 取消乌克兰布结盟地位 他表示乌克兰最终 是否加入北约 将取决于乌克兰人民 明年初乌尔德法领导人 半年来将首次举行 重大峰会 日本天皇名人的孙女 秋小公家子公主 昨天欢度20岁生日 正式成年 他昨天特地换上华服 前往皇居 跟爷爷奶奶请安 巧笑倩熙 迷得日本网友直呼 实在太甜美了 简直是新一代偶像明星 新唐人海电视整理报道 来关心神韵艺术团 缺求巡回演出的消息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28号下午 在美国佛州的第四场演出 圆满落幕 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观众说 神韵传达了语言 所无法表达的神圣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佛罗里达州 劳德戴尔堡的最后一场演出 圆满结束 看过演出后 观众们惊叹 神韵让他们看到了神 听到了神的召唤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神韵将于29日在萨利索塔 30日在Ganswell进行演出 新唐人记者李欣 美国佛罗里达 劳德戴尔堡报道 今晚的2015台北跨年晚会 主持人Selina和Ella 将共同交大量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二项休闲活动 预定六月二十六 七月一日七月四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富旅游 零二四四九三五三五 惊喜的美是华物的四季 台湾处处感动你 这是蝴蝶飞翔的美丽岛屿 亚洲之星在这里 感受属于你的跳动 台湾之星也逆行 台湾 Formosa the heart of Asia Time for Taiwan is now 台湾Formosa the heart of Asia 立氏挡水闸门 为您保护身家财产 立氏挡水闸门 为您挡出淹水灾害 唯一经过纳粒等多次台风考验 防水效果第一 安装简便 十分钟内即可组装完成 最佳的水灾保险 有备免换 安装立氏挡水闸门 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电话88653797456 立氏挡水闸门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足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防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足好 2015跨年倒数在即 各地区都找来了重量级主持人 希望把现场炒到最高点 今年首度请来艺人Selina和Ella 主持台北跨年晚会 带您先读为快 穿着18公分的超高跟鞋 Ella戴着墨镜 线上改编歌曲 Selina则一头俏丽短发 穿上粉色毛衣 带来一首首金隔热舞 为跨年晚会卖力彩排 Ella透露服装规格比照演唱会 我只能说你是台版马丹 谢谢你 我的服装也蛮不错 当然视觉上没有Ella这么的性感 我昨天还在跟工作人员懊悔 我说我怎么没有要求 今年要穿长袖长裤 她说有啊 你那个有羽毛 也是一种羽绒服 但你们明天看我就知道 什么叫他们的羽绒服 Selina Ella与号角响起 一起组成大声喧哗 刚刚这次台北市跨年晚会主持人 两人最害怕的就是倒数桥段 没关系他们主持这么多年了 那种重要的破口 或是要进广告那种 Live的那种掌控啊 就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我们不用那么紧张 就没想到那个 浩子 浩子就说我已经六年了 但我很紧张 但我想说今年有你们 我们就放心了 我就想说 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 还有怎么那么天兵 放连倒数加精彩排 希望能将现场的气氛炒到最热 和台北市民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以豪 詹勇如 台湾台北报导 来看到今天12月31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上午立法院经委会将审查 台电电价费率计算公式 而全台今天晚上6点半起 包括台北在内 各地会有多个大型的跨年晚会 台南要在下午5点 举办北门寿信扬活动 另外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 将视察在一方中心 但你看到12月31号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